我們台灣進入超過年的社會之後 老大人是大大的問題 也會去關心 台北市民意代表 因為台北市的社會主帖進程 沒有去想到就審老大人他們的訴求 因為是規定說 當晚十幾年之後就要召走 不就要自己去遂除 或是又訂給人訂白社會主帖 他們是希望說 可以像北市一樣 讓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大人 可以繼續在社會主帖做下去 掛案全部 夜金山豹 行政郵道營太出社 台北市萬家區 領消荷社社會主帖當頭電力 領消荷社有一百十幾年後 有價一百十七年萬港 為基地驚到千年公園 只要一分鐘 是口味環境很多店家 生活記錄製作 報告的好多內容都比我家好 應該住進來之後 會忘記這是一個社宅 會記得這是一個豪宅品質的國家建設 行政社會主帖 六四季主席 在北市提前進入超過量社會 也不過北市下台政策 一步後 大半六年就要讓 萬十年你就要離開 像中間需要自己出去睡處 還是又一次次對住進去 明臺政府應該可能 有些中間輸給 後悠後六十五歲以上中間 可以行政社會 到百年 六四季主席 這樣這個家庭 就是直接開放到中老的話 其實對這台資源的使用輪 其實會有蠻大的影響 所以這個確實是還需要做 比較詳細的評估 他心想像以來 去年八月推出社會 中間安心基礎方案 除非沒有負責性作主席 違反左右管理委員長 或是一般需要治療 住在照顧機構上 因素無法登記住 若不然萬祖旗改變 這年紀大高六十五歲以上 都可以繼續申請成功 只要他現在年滿六十五歲 他沒有違反租約 那他身體狀況也是OK 然後家裡沒有名 其他年輕人 什麼家庭成員 都是六十五歲 像長者的話 我們就可以跟他訓練 特別是想像教學 進一部標示 目前有兩位中架 有標達 繼續大輸給 有嫁未來 社長方案的中架 也會繼續增加 記者綜合報導